这里还有两盆 那么这盆可以看出来 这盆是没有分猪的 没有分盆的 本来应该是说到这个地方 肯定会被分掉的 这边是壮年苗 这边是老苗 分掉以后 这个老苗它就会出新芽 我们现在是没有分 我们先看一下 就这个呢 出了一个新芽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新芽点 不是很明显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新芽点 这个老苗这边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老苗这边完全没有 因为它中间这个 养缝的传输 没有切断 对吧 如果把它切断的话 那么这个老苗会不会发新芽呢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两盆 这个苗很差的 这个苗 这边呢是好像被动物被牛 还是被什么吃掉的 断掉的 然后这个叶子是这样的 当初呢 它在没有分盆的时候 跟这个基本差不多的 因为看着不是太美观嘛 所以就把它给剪掉了 然后那个壮年苗呢 有另外栽种 这个呢 就种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这个 已经发了新芽了 对不对 已经发了新芽了 再看看其他 另外一部分 第三款的情况怎么样 这里有新芽了 这边也有新芽 两个新芽 这里还有一个 三个 这里还有一个 四个 一二三 看好了 转过来 四 对不对 四个新芽 就是这一棵看起来 很差劲的一棵木苗 它发了四个新芽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棵 这棵看起来 也是很差劲的 对吧 一个 两个 两个新芽 这边的根 长得不太好 但是这边 已经有新芽出来了 是不是 已经有新芽出来了 那么现在 在三棵春梁 看起来呢 我们知识人 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想要这个 老苗 再发新芽 再来第二春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一个切断 把它和壮年苗 之间的联系 切断 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我会认为 是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